本来以为准备得很充分啊 但是没想到 你爸反应这么大 小宋啊 你离过婚 那你既然都离过婚 凭什么娶我女儿 我女儿她根本 我不介意 你有必要抓着别人的过去不放吗 你不介意我还介意呢 我这都是为你好 我不问清楚他们之前的关系 万一她妈妈回来之后你该怎么办 你想过了没有啊 不过最后还好 同意了 能同意还不是多亏了我们晨晨吗 不可能 我妈妈已经回来了 这就是我妈妈 晨晨只有一个妈妈 妈 我不想当着孩子恶面 继续讨论这件事 妈 你是我妈妈的妈妈 那你就是我妈妈的爸爸 外公好 外婆好 我是又聪明又好学的宋星辰 你怎么这么乖 怎么这么懂礼貌啊 那是我爸爸教得好 我很乖 你们可以放心地把妈妈交给我爸爸 好了 肚神 带晨晨上楼睡个午觉吧 好 想不到你临场发挥能力还挺强 满脑子想着怎么留住我 我差你都行 叔叔 阿姨 其实在晨晨心里 一直都是把思乐当成亲生妈妈的 那是孩子还小 等以后她长大了她就 妈 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 现在 我只想做晨晨的妈妈 阿姨 我理解你们的担忧 但我保证绝对不会让那样子的事情发生 我会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 好好地照顾思路 请你们相信我 我还有一事 我妈都没说什么 你怎么有那么多事啊 我妈都没说什么 你怎么有那么多事啊 我妈都没说什么 你怎么有那么多事啊 那咱们就把这根事给定下来吧 二位如果有什么意见呢 也提出来 咱们大家商量商量 亲家爷爷 按照我们家乡的规矩办 先办触隔宴吧 触隔宴 行 没问题 来 咱们放杯 怎么感觉你爸对我还是不放心的 我爸都同意了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做戏做全套呀 我爸性格特别倦 你自己看着办吧 刚才人多 我没好意思问你 现在没有别人了 你跟妈说实话 是不是怀孕了 我 李雷说你替黎欣去相亲 遇见她 那你现在这么急着结婚 我就知道原因了 妈 我没有 当时是因为皓宇她 可能是吃醋 才故意那么说我的 我真没有 没骗我啊 我真没骗您 没有 我再也不干替人相亲的事了 我真是 天哪 这是什么呀 这是 你看这孩子弄呢 怎么了 妈信你 妈知道了 你是真心想跟他结婚 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那我就放心了 再说了 你们俩证都领完了 我现在打你骂你 还有用吗 不要 我现在打你了 你真心想跟他 我还要 我还要